总统大选倒数 唯一一场的总统辩论会 下午2点钟登场 你可以看到三位候选 包含了赖清德 包含了侯友宜 还有呢 柯文哲来直接交锋 大家都是活力全开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在这个蓝白阵营对准 当然就是赖清德啦 来检讨民进党 包含执政的两岸关系 还有呢 民怨非常高的一些 贪污腐败 居住阵营等等 大家都要来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包含了有两岸 有房产争议 还有可以看到呢 稍后也会来讨论民调 那现在看到在今天 现在大家都在讨论 就是说赖清德 今天是不是有失言 这样的一个争议 赖清德今天被问到 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针对中华民国 那么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他说中华民国 当初是两岸的护国神山 那针对这样一个说法 中华民国到底是要促进和平 还是要给台湾灾难 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另外两位要赶快 要针对这个部分 这个侯友宜就说了 国家有你长大 是大家的跟 如果赖清德连台独都不放弃 连中华民国有说是个 神话无入否定 这鄙视大家国家 这不是信赖台湾了 这可是谋害台湾 可谓是忘恩负义 那看到柯文哲的部分就说 这一句话真的 严重的失言了 今天民嘴要忙着替你消毒 这句话了 你现在说中华民国是 要让台湾带来灾难 那你现在选的是什么总统 你就不要选中华民国总统 就选台湾总统吧 今天是不是晚上快看到 很多民嘴要帮忙来消毒呢 我们先来请教 杨明哥今天也有看完 这个下午的辩论会 首先第一个就是 如果从赖清德的失言来讲 因为他有在这个会后的记者会 特别去解释说 他是漏讲了宪法 好 就算是中华民国宪法 作为两岸的护国神山 你怎么可以说 他是带来灾难的 到底中华民国宪法 会带来什么灾难 这不就是你 这个问题要问赖清德的原因吗 就是因为你赖清德根本不想谈宪法 你根本不想 你明明是中华民国 依照中华民国宪法就职的副总统 但是你不想谈中华民国宪法 这一场记者会 这一场电视辩论会有 大概我认为有大概八成的篇幅 都在谈两岸 为什么 就是因为赖清德的两岸主张模糊 他只会自吹自擂说 什么他当总统 什么两岸风险最低 因为他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在哪里 你连中华民国宪法 会带来灾难 这种话都讲得出来 准备好了什么 不管是中华民国 或是中华民国宪法 会不会带来灾难 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不及格 你连中华民国宪法本身 都没有办法去捍卫了 所以我说 他竟然只是把他内心话说出来 就是他们台独党纲里面提到的 就是民进党要以建立一个主权独立的台湾共和国 为最终的一个目标 赖清德就是在做他的务实台独 因为中华民国宪法只是他们披着狼 披着羊皮的狼的那个羊皮 他们只是与虎谋皮 他只是为了要把这个东西 掩盖他的台独理念而已 所以他毫不掩饰的去 把中华民国以及中华民国宪法 拿来当成是说会带来灾难 如果中华民国会带来灾难 他最后一段结论的时候 为什么要讲他们已经开创了 中华民国台湾的这条道路 需要的时候就把中华民国拿到身边 要用的时候 不想用的时候就把他说你会带来灾难 我觉得赖清德他们这种性格 就如同柯文哲跟侯尹 他们在咨询的时候 在那个交叉询问的时候去问他 说你看过去 我觉得有一段讲得非常好 严家他去讲台中严家的时候 你在当行政院长的时候 有没有跟台中严家有过互动 你在蔡英文当总统的时候 有没有跟台中严家有过互动 需要的时候把他们讲成社会贤答 不需要的时候把他们说成黑金家族 这就是民进党 而赖清德毫不掩饰的 在这场电视辩论会里面硬拗 我说他这一次这一场基本上就是赖清德 他的表现就是要赖清德 赖就是什么都耍赖 清就是很 那个叫做侵犯性的去攻击别人的对手 什么议题都扯别人叫做侵犯 德就是他失德嘛 就他的表现是失德的嘛 而我说柯文哲就是柯问哲 当然有人说是哭啦 把柯文哲的柯变成那个哭啦 因为他真的哭了 对 然后呢 因为其实大部分你会发现 柯文哲大部分都在做提问 都在问两党啦 蓝绿啦 那责任的哲嘛 也可以说是那个哲哲哲 他一直在那边哲哲哲那个哲啦 有疑问 对有很多的疑问都在问 尤其他第一阶段 深论的时候 他就拿出十个 十个民进党的弊端嘛 可是赖清德有没有回应 赖清德不敢回应啊 连高端的什么合约 疫苗采购合约 他说哦好啊可以公开 他之前电视政经会就说要公开啊 那为什么不现在就公开 你是副总统 你怎么不逼蔡英文把合约把它处理掉 你怎么不逼陈建仁把合约把它处理掉 他敢吗 不敢啊你连现在都不敢了 你以后当总统会吗不会嘛 所以我真的觉得今天 其实今天这场电视辩论会 我必须说赖清德绝对是最后一名 他的表现绝对是最后一名 可是很悲哀的 在民进党的支持者里面 赖清德的表现好棒棒 赖清德今天的表现 就是要表现给他的支持者看而已 他没有要中间选民 原本要投给他的人 他没有要中间选民 他没有要年轻人的票 他只是要原本就支持他的那百分之将近四十 就是所谓的四成的选票 他只是要巩固这四成 然后呢继续制造所谓的分裂 继续制造对蓝白的仇恨 这就是赖清德今天这场所谓的辩论会里面的一个主轴 所以老实说我是看完这场我是觉得蛮失望 因为很多的问题他就是问A答B 然后呢你问他这个 他觉得敏感不敢答的他就绕开 甚至连他的房子到现在都还坚持他不是维建 我必须讲我觉得赖清德他这种表现就是赖皮 就是赖皮赖皮再赖皮 是 所以被认证赖皮了吗 他就是一个赖皮的人嘛 耍赖赖皮 死皮赖脸 是 就是这就是什么跟赖有关的负面词汇放在他身上就好 除了信赖 所以我觉得他今天这种表现 真的你看如同柯文哲所说的 果然会后记者会先针对这个事情开始澄清 晚上要找很多名嘴出来帮他洗 哎呀他口误啦 哎呀那个柯文哲又口误啊 柯文哲讲那个穷人要克更多岁啊 然后侯友宜也说他支持废族死刑的超过八成啊 也讲错啦 都口误嘛 大家都口误哦 就好像讲居住生意 你有维建 哎呀他有农地啊 他有凯旋院啊 通通都有就好了 就大家都一样 这是现在民进党最坏的策略 因为他就是巩固基本盘 可是我必须还是要讲一个 就是说跟电视辩论比较有关 是因为等一下我们也会聊到 就是现在整个选情的 为什么赖清德要用这样的策略 就是因为他觉得你们蓝白分裂 他就稳超胜确 现在赖清德民进党那么傲慢的原因 就是在这边 所以我就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就是柯文哲在哽咽之后 整个表现就没有气势了 我必须讲柯文哲前段的表现 比他后段的好很多 那他在整个哽咽完之后 你会发现他后面连最后一段的深论 结论 他讲的都有气无力 那可是侯友宜的最后 反而是侯友宜比较像是道士甘蔗 他到最后一段的 我觉得结论 赖清德拿柯文哲的眼泪来考试 可是侯友宜是拿他的眼泪 来当在野阵营的勉励 在野阵营 他和柯主席你的眼泪 我们不要我们就是要下架这个执政党 我们要下架民进党 未来有可以让这个 等于说他送来给柯文哲 我觉得这一点倒是侯友宜做得还不错 所以在整个策略里面 当然我是认为这个电视辩论 对选情影响有限 就是说各自的阵营的支持者 都会觉得我支持的对象 他表现很好 那你说像这次 你要知道现在是跨年的廉价 对 三天廉价的 尤其是礼拜六的下午 你说真的有很多的 平常不关心政治的 会在家里面看这个电视辩论 其实不多 可是我觉得还是得要请大家 如果有机会看到一些 比如说像赖清德讲出 会中华民国会给台湾带来灾难 这种话一定要广传出去 让大家知道民进党的心里面 根本是中华民国 他不会放在心里